Eclipse 这个网站 那网站很好记哦 它就是Eclipse 那我刚刚讲过 因为本来是那个IBM的一个子公司 它把它无偿的捐出来 变成一个ORG哦 不是COM哦 OK 所以TripleDive.Eclipse.org OK 或者你打那个Eclipse也可以啦 Eclipse就这个 Eclipse 然后呢 当然呢 我要安装一个 让我们开发Python的环境 不过因为我刚刚讲过啦 因为Eclipse之前本来主要 最多是拿来开发像Java 或者CC++ 但是呢目前好像没有一个完全 for那个Python的环境 所以呢我们可以先下载其中一个 然后呢再加上一个外挂 它也可以拿来开发Python OK 所以接下来呢 第一个先到Eclipse的网站 第二个的话呢请你找到那个 这个Getting Start好了 Getting Start Start里面的话它有个Download Download那个Eclipse ID的这个画面 那进来之后的话记得哦 或者是你从这边进来 也可以找到这边有一个Download 那不过它预设的版本是64位元的 Download64位元预设的啦 那我是建议你Download32啦 有时候相同性会比较好一些 但你用64也OK啦 那我的习惯是去Download32 不过312它不会显示在 这个画面哦 你要点下面这个Download 这个叫Packages 这边点进去 点进去之后的话呢 它底下会有很多个版本 当然它什么Eclipse for Java for CC++ for PHP 但是就是没有for Java Script 但是就是目前还没有for Python 不过未来我想应该会有啦 未来不知道什么时候出现不知道 所以现在可能是过渡期 那怎么办 那我习惯就找一个 档案大小比较小一点 但是功能又不会有不足的那个版本 习惯上会下载的是 第二个 Eclipse ID for Java 用这个来修改成开发Python OK 所以请你们下载的是32位元的 OK 把这个32位元点下去 它的另外一个好处是它的档案最小 因为它只有一百八十一 其他的话两百多三百多啦 那我其实刚刚已经点下去了 已经在 跑了 可是目前只跑了 三十几妹而已啦 OK 一百八 好 所以 所以其他人 你们等一下呢 就不要 干脆就一个人下载就好了 其他人去抓他就好了 或者是说待会跟我call也可以啦 我下载完之后再来call也可以 那再来的话 待会还要在 Eclipse里面加一个外挂 因为这个是for Java的不是for Python 那等一下要怎么样加一个那个外挂 待会讲 再来呢后面还有一个问题 因为Eclipse它执行的Runtime 它需要Java的Runtime 所以如果你这电脑里面没有装Java的 JRE或者JDK的话 那也会没办法执行 不过我不确定啦 如果已经有了就不用装Java 如果没有的话 可能在执行Eclipse它会跳出一个 它找不到那个Java的JVM 所以你要再把Java装起来 这样子的话呢 我们就基本上就大功告成了 OK 你会发现啦 光做一个环境 光开发环境 就比起开发其他东西来的复杂 像VBA已经早就已经 已经开始写了 没有 VBA打开就可以写了 但是开发没有办法 因为它我讲过啦 它是一个自由软体 自由的好处就是什么都自由了 但是缺点是什么都要自己来 OK 所以最后有些公司干脆就付一点钱 给微软算了 OK 这样又一劳永逸了 就被它绑住了 所以有的时候 为什么台 我发现台湾大家最喜欢用微软的 可是在国外其实很多就不喜欢用微软 所以这种当然是因为国情 还有环境不一样嘛 OK 所以这部分的话 我想先试着装下载一下 不然这个还要花一点时间